上次我们拆完之后 这个上面有五颗螺丝 这个五颗螺丝我们需要用到的 把五颗螺丝取出来 把五颗螺丝取完之后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放在一边 五颗螺丝都分为这种长的 然后还有四个这种黑色的密封圈 我们现在需要把密封圈安装在这个白块上面 我们装的时候要把这个密封圈洗干净 这样装到上面 我们开始安装这个白色胶块 对应的孔位 这里有五个螺丝孔 我们上面有五个螺丝孔对应上去 然后这里有两个凹槽 卡住这个凹槽 这样锁上去 按住的时候 好看到有没有轻微的弹起 弹起的话我们再按往下按一下 然后再按住看一下 缝隙里面的密封圈 看有没有顶起来 像这边这个的话就有点 这种就是没有密封到位 我们要重新把它拿出来 密封一下 我们就需要重新把它拿出来 密封一下 继续对着这个孔 有两个凹槽 看下去 我们再看一下密封圈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螺丝锁一下 五颗螺丝对应五个孔 把螺丝锁好后 把螺丝锁好后 墨管上面是有标注颜色的 红黄蓝黑 墨管对应白色较快的标签 插对应的孔插紧 这样插好 拿出一根气管 然后把它剪成四段 然后气管是不分颜色的 插入墨嘴 四个接口 一个接口一根 水性喷头抽墨教程 首先我们准备一包纸 准备一个针筒 再准备一个装墨的一个瓶子 或者是一个装墨的其他的容器 然后我们先撕点纸下来 把这个喷头我们要垫一下 主要的作用是 怕这个墨低到喷头上面 我们这个排线口一定要垫好 可以垫多一点 防止墨低到排线口 这样会烧掉排线口 我们先垫好 现在我们已经垫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抽墨 首先我们把这个墨管 抽墨的四个孔对应四个色 现在我们开始抽这个红色的 把这个红色的一个抽墨管 堆折起来 然后松开上面这个盖子 打开的时候 后边一定要对折起来 捏好了 不然它这个墨它会露出来 然后我们把针筒 插入这个管里面 然后慢慢地抽 这时我们看到了墨已经上来了 然后再对折起来 慢慢地拔出来 之后把这个抽出来的墨 倒入这个方墨的瓶子里面 现在我们再抽一点 如果我们这个墨管里面有空气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墨管里面的空气 全部要抽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盖拧紧 现在这个管子空气已经抽完了 现在我们盖上 红色的我们已经是抽完了 其余的三个 操作方式和红色的墨管一样 我们抽墨的时候 墨只能是往外抽 不能往里面推 千万不能推 现在我们这四根管抽墨已经完成 我们把这个垫的这些纸取下来 然后我们再拿一张纸 把这个排线孔这个地方稍微垫一下 主要是怕墨低到这个位置 水性抽墨教程结束 水性抽墨